中共宣傳部門已經著手美化總結2020年 首先是新一波的對疫情來源的甩鍋 上海、天津、內蒙、山東等多地接連爆出疫情 但中共將源頭都指向外國進口的冷鏈食品 路透社報導 黨媒《人民日報》11月25號 在臉書上發帖稱 專家認為 COVID-19不是從中國中部的武漢開始的 而可能是通過進口冷鏈食品和包裝進入中國 幾天前 中共媒體還紛紛興奮地宣傳 新冠病毒大概率起源於意大利 新冠大流行起點是意大利北部 環武漢清白 並聲稱是德國病毒學家凱庫勒 在一個電視訪談中談到 目前在全球傳播的新冠病毒 是一種首先在意大利出現的G變異體 但是凱庫勒後面關鍵的幾句話 卻被黨媒省略了 他解釋說 病毒當然是來自中國 是從中國輸入到了意大利 在那裡發生了變異 由於中共甩鍋引發極大爭議 凱庫勒12月1號在推特上發帖 以正式聽說 中國媒體抓住病毒G變種 在意大利出現來進行宣傳 新冠病毒流行始於中國 而且其爆發在初期甚至可能曾被掩蓋 除了甩鍋 中國還出現了對疫情的美化 和淡化的聲音 例如11月21號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中國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 在廣州讀懂中國論壇披露 中國今年仰賴對抗武漢肺炎 創造價值約人民幣67萬億元收益 約佔全國GDP總量的三分之二 自由亞洲電臺引述中共肺炎死者家屬 張海的話說 李玲的言論是對死者的不敬 如果再這麼宣傳 就會給人錯覺 就是發生災難都可以發財 這麼多的研究裡面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哪一個政權會以收益 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待疫情 所帶來的一些傷害 這種非比尋常的舉動 其實說明了一個問題 就是欲蓋米張 不久前 利明學者李懿 在對話深圳灣輪壇中淡化 疫情死亡人數也引發爭議 咱們死了4000人 是吧 但是你死4000人和美國死22萬人比 等於一個人都沒死嘛 對吧 咱們等於差不多也是接近零感染 接近零死亡 他們根本就沒有對生命的這種 種種 或者說那種敬畏感 這些死亡的蘇军人 說一說的話 沒有其他人相信吧 我們看了以後 我就覺得邪惡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有可人是配合三局宣傳 更有可人人心的敗壞 他為了讓政權泄霉 表忠心 儘管有學者的美化 但中國經濟今年在疫情和洪災的 雙重打擊下並沒有恢復 黨媒閉口不提13.5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的規劃 今年沒能按期實現 最近反而一再宣傳 全國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已經完成 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然而河南省貧困縣的學者對媒體表示 這種消息完全是官方出於宣傳需要 其實那些所謂的摘茂貧困戶 跟以前沒有任何兩樣 福建民眾齊女士表示 中共不斷美化2020年 但老百姓不以為然 齊女士表示 現在中國教育、醫療、養老 都被當局搞成了謀利手段 但享用利益的卻是官員 之前福州出現疫情時 當局強制居民全做檢測 一人收95塊 老百姓只覺得不公平 卻都很無奈